早上的这些股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华润之地1109 选择原因是 内地全年GDP增长目标定在5%左右 房地产作为内地经济支柱之一 政策支持内房产业以挺经济 第二季销售相信会见好 内房销售勒暗年增长回升 但内房股表现持续出现分化局面 与其资金编号具有国央企背景 销售表现强劲的内房股 例如是华润置地1109 参考黑二岁的数据 华润置地3月份合约销售 388亿元人民币 按年上升86% 按月升60% 销售金额和增幅都是处于行业的前列 华润置地主席李恩说到 公司2023年总可售的货源有5384亿 当中89%是位于上线城市 预料今年可以实现超过3000亿元的销售额 摩根士丹利认为 华润置地可以轻易达到全年销售额 即是上升10%以上 估计今年的合约销售会上升14% 策略上 华润置地1月份升到40.5%后出现回吐 近期在34元水平看到承接 投资者可以在35元附近收集 第一站先上网前高位40元左右的水平 第3站 第三站 Death